通血管的秘方,花两分钟就能给父母和亲朋好友的超级大力 还不快收藏 观看数,16397人通血管的秘方 花两分钟就能给父母和亲朋好友的超级大力 还不快收藏 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人的亲身经历 他去巴基斯坦开会的时候,突然胸口剧痛 后来被医院验出来,他的三条心血管已经被严重堵塞 需要做搭桥手术 手术的时间是一个月以后 在这个期间,他去看一位回教国家古法治疗师 这位哈金让他自己在家中做一个食疗 他吃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他去同一家医院做检查 发现三条血管干干净净 原来堵塞的地方已经全通了 他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 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 他把自己的经验放在网上分享 他的前后两张血管照片也放了在网上 在照片中,不用食疗之前与之后的分别连普通人也看得出来 四江成品处在有盖的玻璃瓶中放入血柜 大部分人的心血管疾病能得到根治 也可当作饮料 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 预防感冒等疾病 吃上一个月以后去医院做次检查 会发现血管干干净净 堵塞的地方已经全通了 古方通血管的制造过程中会出现了一个现象 大蒜汁、柠檬汁、姜汁、苹果醋在布盖锅盖 前后煮30分钟之后变了绿色 这是正常的 我的朋友亲身经历过这古方的奇妙功效 今天在他夫妇二人指导下煮出了这种古方食疗 生姜有温通之效 而柠檬和苹果醋又含有很多维生素 有软化血管的作用 这些食物从保健角度来说对心血管疾病确实有好处 但是真的靠服用这些食物 要想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达到疏通血管的效果 那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而且大蒜、生姜这些食物对胃有一定的刺激性 尤其一些胃不大好的老人 服用的时候还是要慎重 此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重要 比如平时可以多吃些黑木耳、芹菜 少吃高胆不纯的动物内脏 保持吃得清淡的饮食习惯 并且适当运动 每周坚持运动三到四次 比如每次进行40分钟的快走 感觉微微出汗就好